而至于代表明星党参选总统的赖清德 则是首度接受了日本媒体专访 在NHK播出的内容当中 赖清德特别提到 如果台湾被侵略 下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日本 因此台日双方应该要建立合作机制 也期盼未来要从经贸 区域安全等等四个领域上面 全面提升台日交流 而同一时间 驻日代表处举办国庆酒会 许多的日本侦探要早 也都硬要出席 穿着正式西装 赖清德在民进党中央 接受日本NHK电视台专访 首要关注的是区域和平 如果台湾被侵略了 下一个受影响的 一定是日本 台湾如果被中国并吞了 台湾海峡就变成中国的内海 对日本的影响何其大 我认为必要的 可以做的合作机制都可以来进行 在前日向安倍晋三提出的 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的基础上 赖清德在喊话台日共同协防 未来如果顺利当选总统 赖清德说要在民间交流 经贸合作 禁令转型及区域安全四个领域上 全面提升台日交流 在全球产业链重组的时候 台日共同合作 造福全世界的经济发展 我们都应该要前方位的合作 在选战倒数百日的阶段 赖清德首度接受日媒专访 对日关系一向是赖的强项 而在专访曝光前一天 周日代表处举办国庆酒会 超过两百位国会议员共襄胜举 更邀请到前首相麻生太郎 和安倍前首相的夫人安倍周慧 对日关系处理得当 对赖清德选情来说 势必也将起到加分效果 记者林生贼 杨月达特别报道